尤丞啊 咱们是遭人算计了 皇上真是多嫌弃咱们母子 是谁 和娘 是谁在害咱们呀 准各达瓦齐藐视朝廷 心存逆法 不愿顺服 朕决议不再孤兮 命两路进兵 征讨达瓦齐 是 八陵部亲王熟悉准各尔 可只会作战 再命 八陵部两千将士参战 早日平定准各之乱 皇上授平 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 如今对准各尔用兵 儿子居然不知 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 先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急啊 这两个月来 皇阿玛多番赏赐 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 我以额娘无人问津 而且额娘所说 御氏要求皇子巡视 皇阿玛居然派了贤亲王去 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 皇上此次安排 确实在咱们意料之外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永长 不是额娘说你 那日在医院你也太不小心了 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 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 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 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 算了 也许是额娘多虑了 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 算是全白费了 只能日后再做打算 对了 永长 王爷那边传来口信 让额娘给你找个福进 寻门得利的亲事 一座后院 李公公到 你能不能给你 奴才给家贵妃娘娘请安 给四阿哥请安 李公公怎么来了 皇上有旨 传皇上口谕 四阿哥永成早已成年 命即刻出居宫外府地 吾氏不得入宫 额娘 林玉 你可别传错了旨意 这皇子向来都是成婚风绝 给了府邸之后才吩咐的 永成还尚未成婚 为何要搬出宫去 皇上圣意 谁敢质疑 您哪 听奴才宣读完皇上口谕啊 八阿哥永玄 即日迁往协方殿居住 十一阿哥永兴年幼 十一阿哥永兴年幼 暂留启乡宫 悉心教养 此事为何如此仓促 皇上之前从未提起 皇上圣意 贾贵妃娘娘 您遵旨就是了 奴才告通 贵妃娘 永成啊 咱们是遭人算计了 皇上真是多嫌弃咱们母子 是谁 贵妃娘 是谁在害咱们呀 姐姐在针脚啊 越发精细了 公主一定会喜欢的 看着孩子们都好 臣妾心里呀 欢喜得很 永章和吴阿哥 在皇上跟前一世 吴阿哥懂得尊敬兄长 如今 皇上对永章 也温和多了 永齐年又无知 是三阿哥做哥哥的 提谢他罢了 兄弟之间能够和睦 是皇上最欢喜的 这些日子倒不见贾贵妃 贾贵妃颜面尽失 不肯出门了 皇上挪走了班阿哥 又让四阿哥出宫 分明是嫌家贵妃 教子不善 听说这些日子 听说这些日子 就连四阿哥往启祥宫请安 都要先抱着皇上 可见皇上心里 是有多忌讳了 Faith goin 好不好 我 男朋友 你 要去 回宫 谁在外面 盛行 回宫 谁在外面 惊险之徒 有本事躲在后面 明当明枪的冲我来呀 谁 主 怎么了主 立贤 外面有人 快找人进来 快去 外面没人 主 我刚从外面进来 快 来 坐下 没人 没人 侍卫都守着呢 来 快坐下 真没人 真没人 到底是谁要害我们母子 王后 纯贵妃 玉妃还是领妃 主 您好几日都没休息好了 奴婢去请太医吧 她有什么用 身心坏了 还不如口呢 立贤 徐妃没给我找下狗来 狗 对 主 你要狗做什么 在这个宫里 没有人可以帮我了 只有我一个人 我还不能找些畜生赶紧护院呢 快去 快去啊 是啊